我們來上正則話與彈性網路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上節課有點跳脫 我們教了三個機器學習的方法 這三個跟前面的基礎理論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今天要教的是 有點像上節課是一個 額外的事情 我們這節課是要延續第九課 就是第十課的上課 就是第九課的上課內容繼續往後 那上節課你應該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上節課教的那些機器學習的方法 它其實不見得比線性的統計方法來得好 至少上節課教的那些比較簡單的 其實還就是 就是準確度其實不好 這樣子 所以說 雖然說 統計方法被線性關係所限制 但是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它其實沒有那麼差 那我們就還可以繼續學它一些擴展型態 這樣子 我今天要教的一個擴展型態 叫正則化 就是 Regularization 這是一個特殊的統計術語 我想你們可能在國防醫學院上課 除了這節課以外 應該也不太可能看到這個字了 那我來看一下 我們來說這個東西到底叫什麼好不好 好 這東西啊 他想要做的事情是 引入一些額外的信息防止過擬核的發生 這個 像這邊過擬核 你們目前也不知道是什麼 對不對 我應該上課沒有講過什麼叫過擬核吧 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聽的時候我們再把它學會 好那我跟大家講 對於一些研究生 有在看Paper的 但我相信大學生沒有人在看Paper的 好不好 研究生啊 你可能會看過這兩個名字 這兩個統計方法 叫 Lossal Regression 跟這個 Regression 好這兩個 這兩個Regression 分別用的是L1正則化跟L2正則化 你看我剛剛 剛剛教正則化碼 上又教L1跟L2 這個是不是名詞有點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是什麼好了 好那首先當然我還是先把Data讀進來 這樣比較可 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才有辦法示範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線性回歸 它的標準式跟Loss Function好了 這個大家應該是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吧 這是它的 Predition Function對不對 這是一個Function Set 然後這是Loss Function 到目前為止大家對這兩個 理論上應該要很熟悉啦 就是我們已經看到非常多次了 應該不會覺得陌生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對 我們要做L1正則化的話 到底是什麼咧 到底是 就是 我們的Loss Function 改一下Loss Function 加上 浪打 然後乘以 B0的 這個 絕對值加上 B1的絕對值 那L2咧 L2 把絕對值換成平方 然後本來是浪打 改成2分之浪打 好我們先 不要想說 我們先 就是 我們先 看著這個 方程式 你們覺得這個方程式 有什麼數學上的意義啊 有沒有讓他舉手 來 看著這個方程式 你看出了什麼 我對Loss Function加了這個限制 你看出了什麼 講什麼都可以啊 有沒有讓他講點話 沒有 看了數學式不會有任何感動的感覺嗎 沒有任何感動的感覺 好沒有關係 這個Loss 你希望他越大越好 越小越好 你希望他越小越好 對不對 那 你希望左邊這個Part 越小越好 這個我沒有意見 因為就是 Y-Y-Hot 對不對 我當然希望 Y-Y-Hot 越小越好 這沒有任何問題 那 B0跟B1的絕對值 或平方 他最小值就是0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最小值就是0 那 加上個Land 這個Land 當然是 是一個超參數 就是你可以去調整 可是你是不是 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當你加上了這個Part 以後 你其實就不希望 B1跟B0太大 離0太遠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 他要離0比較遠的話 你希望 他在左邊 帶給你足夠的好處 他才可以離0比較遠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看這個數學誌 你應該可以想到這件事情 其實剛剛就在 講一下下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想講 那 就是沒有人害 大家都很害羞啊 好 好 那 這個物理意義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說 這就是正則話 這就是正則話 好 那 你們目前 那我現在改寫了Loss Function 我現在 如果我要讓整個東西walk 我是不是要解他的 片尾分 這樣他才有辦法做T度下降法求解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他的片尾分好不好解啊 有沒有人現在就會解了 沒有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很害怕 你們看到之後會發現很簡單哦 來你們看著哦 這是Loss對吧 來這個 我剛剛只是把YHOT 換成 就是換成BETA0加BETA1X 可以接受吧 微分是不是可以分開尾 有加法可以分開尾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加法可以分開尾 前面這段的微分 我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前面這段微分我是不是已經知道 可以接受嗎 那我直接寫下來 那後面這段的微分呢 欸 BETA0 對BETA0求微分 那不就長這個樣子嗎 或者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寫成這個樣子太難懂 對不對 你只要把它想成這樣子啊 BETA0 絕對值 BETA0的絕對值 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正數一個是負數 如果BETA0是正數的時候 如果BETA0是正數的時候 你會不會尾 你就是浪打本人吧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啊BETA0如果是負數的時候咧 就是負浪打 對不對 因為你 BETA0如果是負數的話 你這邊就要加個負號 他才會變正數嘛 對不對 所以微分完就是負浪打 所以 BETA0除以絕對值BETA0 BETA0這個除下去一定是1或負1 可以接受吧 那是不是你就可以把正負號留下了 所以他要嘛加浪打 要嘛減大打 所以 我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本來是要減掉這個斜率 對不對 我現在其實就是多減浪打 根據正負號多減浪打 就這樣而已 那你在思考減浪打有什麼好處 減浪打有什麼 在做T度下降法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而就是 當我的數字 大於0的時候 我就要多減一個浪打 B0如果大於0 就要多減一個浪打 B0如果小於0的時候 我就要多加一個浪打 也就是說 他除了在更新左邊的部分的時候 他要一直往0靠近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可以齁 那 所以你發現正責的話本身 其實是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它放進你的損失函數 本身是很簡單的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聽起來很玄 對不對 我前面這邊寫的 這個 就是我講了一大堆統計名詞 把事情弄得很玄 對不對 實際上 實際上很簡單對不對 想要糊弄人的話 你可以講那些ton 想要講簡單一點其實就非常簡單 好 這邊就是我在講這些話 好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 某一個參數 這裡幾乎不會給他任何梯度 假設這裡不會給他任何梯度 那 他是不是就會 會在讓正負讓打之間來回震盪 為什麼 因為他 一超過0 就要減讓打 對不對 一低於0 就要加讓打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 今天 有一個value 有一個variable 比如說 beta0加beta1 x1加beta2 x2 x2其實本身不重要 那他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給任何梯度 他可能不能給任何梯度 那不能給任何梯度的狀況之下 那他的數值就會在讓打跟負讓打之間 震盪 來回震盪 所以如果你用了L1正責的話 在你的 Rose function裡面 假設你用了L1正責的話 然後你求出來的 參數解 介於讓打跟負讓打之間 那就是0 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我們可以實際做一次 好 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你把很多 如果你一次variable 假設有幾十個 然後你發現好多個0 我們把這個 然後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 稀疏化特性 因為0的話代表不要他對不對 代表沒有連接 跟他無關 沒有連接 要稀疏化 好那L2正責的話呢 L2正責的話 的 那個 那個 就是 偏尾分解起來更簡單 對不對 你就把2放下來 2乘下來這樣解決了對不對 比L1正責的話更簡單 好那L2正責的話 他的 L1正責的話 跟L2正責的話 他的優缺點分別是什麼 L1正責的話的缺點就是 T度震盪劇烈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不看你當前Beta的大小 對不對 他要嘛加浪打 要嘛減浪打 可以接受吧 好 那個浪打可能是一個 我等一下可以自己指定的值 就像學習率 我通常指定0.05對不對 浪打我也可以決定 假如說10的-3次方 之類的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對於L1正責的話來講 因為他要嘛就加浪打 要嘛就減浪打 完全不考慮你現在Beta的大小 你現在Beta已經很小了 他還是要嘛加浪打 要嘛減浪打 那是不是這裡就完全沒用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如果你用L2正責的話呢 你就變成 減掉浪打 乘以 那個參數本身 所以這個數字假設 假設浪打是 呃千分之一好了 那 我是不是等於每次 都從 我原本Beta0的地方 我都往0靠近千分之一 我不是直接走千分之一步哦 我的現代數字如果很大 假設我現在的數字假設是 100 那我一次就要扣 這個千分之一乘以100 就一次扣0.1 這樣扣很多對不對 那 可是如果我的數字很小很小 假設我自己本身已經是10的-3次方了 那 我剛剛我用L1正責的話 我是不是就會完全的失去 我就會完全的被那個浪打給帶著跑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L2正責的話 這個 你就會 一個往回頭千分之一乘以千分之一 就會回頭一個更小的數字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L2正責的話的好處是 T度比較平緩 T度比較變化沒有那麼劇烈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你現在已經了解L1正責的話 跟L2正責的話 就是兩個正責的話的方式你都知道了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你發現了 第一個 這個他很簡單很容易使用 簡單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他改的是Loss function對不對 然後他又可以分開微分對不對 本來Loss跟 正責的話Loss可以分開微分喔 因為微分是可以用加法 微分加法是可以拆開的對不對 所以說之前我們 花了四節課很辛苦解的 現金回歸 邏輯式回歸 Softmax Regression跟 Tax Proportional Model 是不是通通都可以用正責的話 因為我前面的Loss解出來 前面Loss的偏微分解出來 我後面只要加上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對不對 第一個他很好用 第二個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兩個正責的話 都有他存在的價值對不對 所以我到底要用L1正責的話 還是用L2正責的話呢 我要用什麼勒 有沒有人要回答我的 來開放加一分 有沒有人要發表自己的想法的 怎麼大家都不敢講話勒 來 捷魚我只認識你啊 你要不要講講話 你覺得要用L1正責的話 還L2正責的話 蛤 你覺得用L2比較好 啊 為什麼 因為我叫你二選一 好 沒關係啊 還是給他加一分好了 至少要講話了嘛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人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我可不可以 也產生一個權重 就是 產生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那就是我要百分之百用L1 還是百分之百用L2 也就是說 我現在啊 把這個式子啊 寫成 加 浪打 乘以 α 浪打 這個β0 加β1 然後絕對值 然後加上 1-α 乘以 浪打 然後除以2 然後 L2的部分 就這個部分 你們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現在這個浪打是一個 到時候我要調整的超參數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有點像我在 Cox Proportional Model那邊 叫你們調的自由度 非線性的程度 那個東西嘛 對不對 現在這個東西也是可以調整的 那既然有一個東西可以調 那我再加個東西讓他調 有什麼不行的嗎 也可以嘛 對不對 好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我們就是這麼幹的 那我現在想要給大家 一個練習題啊 這個練習題 這道理來講 應該不是很難 我希望大家做得出來 欸就是說 我希望啊 你在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裡面 套用正則化技術求解 好 什麼意思咧 來 你先複製貼上 好 那現在 這個 如果你用survival encode 這個函數啊 你可以幫助你把那個 那個 可以幫助你把那個就是 Event跟Time 形成這個 Y矩陣跟M矩陣對不對 這個 你可能都還記得 好然後啊 這個 請你先複製貼上這一大串喔 然後你現在 全部執行 好 這是你解出來的 現在的解 這樣可以吧 這個解是什麼意思咧 這個解是說 這個 我現在 我做出來的 這個 Beta 1 Beta 1 是這個 Edge Edge 的係數 是0.037 Rate的回歸係數是0.008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如果你夠聰明的話 你應該 這一大段 我希望你把它改成 有正則化的 也就是說 我希望你給一個 在這一串 語法裡面 增加 我看是L1 還L2啊 好 L1跟L2都可以 好不好 你在這一串 語法裡面 增加L1 正則化跟L2 正則化 就是 隨便哪一個都可以 那 如果你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應該不會很難 如果你夠了解的話 好各位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到底要怎麼改 就如果你夠了解前面 其實 這就是 整個斜率對吧 這就是整個T度 我的T度下方法是在做什麼 我就是 每一次我的T 我下一代的T度 就等於 我下一代的斜率 等於 當前的斜率 不要講斜率好了 我這一代的參數 等於上一代的參數 減掉L和T度 對吧 本來T度只有這個part 我現在變成T度加上這個part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我本來的T度掌 我本來的T度下方法 是不是這 這一行 下一代的 BMatrix 等於這一代的BMatrix 減掉L和T度 除以N 我只要再額外減掉 浪打 乘以 這個浪打 我們可以自己在前面設 0.1 浪打 等於 0.1 浪打 乘以 β 就這樣 這就是 L2正則化 L2正則化 T度是講什麼 是不是就講這樣 這就是L2正則化 那L萬正則化呢 喔 正1或-1對吧 正1或-1 你可以 你怎麼樣拿到正方法-1 你可以用Sign這個函數 這是符號的意思 你也可以用 BMatrix 除以ABS BMatrix 這樣也可以 這樣 這個就是 我剛剛寫的那個數字 那個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 L2正的話就這樣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本來的答案是0.037 跟0.008 對不對 對不對 當你設了一個正則化數字 你再Source一次以後 出來的數字是不是 比起他更靠近0 對吧 如果再設大一點 我設0.5勒 是不是又更靠近0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參數在做什麼 這個參數在做什麼 如果我們設個0.001 欸 他是不是 離得比較遠 是不是離得更遠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參數在做什麼 我希望他離0有多近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個參數 實際上的意義就是這個意思 好那我現在問一下 離0 如果強迫他離0很近 的話 那你們覺得這樣 預測準確度會高還低 來有讓回答嗎 低 很好 來 為什麼 跑得很慢 跑得很慢 不會跑很慢 那已經結果啦 你們剛剛有看有時間上的差別嗎 欸 我們剛剛這個 假設我們現在寫0.5對不對 我這邊打2 我這邊打2萬 他結果 雖然他跑比較久 但他結果還是會一樣喔 還是會這個數字喔 還是會這個數字喔 完全一樣喔 所以他跟跑很慢沒有關係啦 所以你是用猜的嗎 好沒關係啦 還是給你加1分 還有沒有人要講話 到底 離0經典比較好還離0 離0經典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 會變得準還變不準 會陷入局部集址 所以他會提高 就是 身分的目標 所以他就不會 就可能先去找就是 會有一個 喔 然後他就想 好 再下一個 還是給你加1分 但是下一個 因為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它是沒有局部集址的 他只有一個集址 對 只是他的集址的位置不一樣 還有沒有人要講話呢 來 先回答 變準還變不準 然後第二個回答 為什麼 好不好 回答要加1分 還有人要講嗎 好那沒有人要講了 真的沒有人要講了嗎 好沒有人要講了 我們來 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先跟你們講答案 會變不準 那為什麼會變不準 就是離零越近就越不準 離零越近就越不準 離零越近就越不準 那為什麼會越不準 因為 你覺得哪邊的loss比較重要 一定是左邊的 你在fit他 對不對 離零越近 會越 不準 因為 你對於他的權重來講 他的權重 相調這個浪打 他的權重是1 對不對 你就越不重視他 越重視他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這個才是我 希望預測目標 預測目標啊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離零越近會越不準 那這樣子問題來了 那這樣浪打射零不就最好嗎 浪打射零那我幹嘛要加這個玩意啊 對不對 我們先 我們先暫且 不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再來解釋 好不好 可是我要給你們看 第二節彈性網路 首先第一個就是 有一個有趣的想法 就是 我希望 L1跟L2正的話可以一起用 那我們來先把圖畫出來好了 我剛說 他是一個 凸凹數 他不是一個凹凸凹數 所以他沒有局部極值 Original Loss 越靠近 藍色 藍色就是 數字比較低的意思 所以這個意思 他的全局極值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 Original Loss的全局極值 也就是說 我的 我如果不考慮 不加上這個的話 他的全局極值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凹數沒有凹凸凸凸的 看得出來吧 好 我們把這個點點成 一個白點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L1 L1 Loss 的形狀長這個樣子 你看喔 中間 00一定是最小的 對不對 注意他是一個零型的樣子 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 這個數字是不是0.5 0.5 這個數字是不是01 這是不是10 他們三者的Loss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L1正值的話是 Beta1的絕對值加上Beta2的絕對值 所以Beta1等於1 Beta2等於0的時候 和Beta1等於0.5 Beta2等於0.5的時候 是一樣的Loss 所以 他會是零型的 這樣接受吧 他的Loss是零型 L2真的的話 的Loss呢 是圓形的 因為他是平方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 好那所以我們這三者 可不可以做組合 其實可以組合 我們幫他合併一下 這是Original Loss加上L1 Loss 他會變這樣 Original Loss加L2 Loss會變這樣 不太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在哪裡 因為這個是T型 所以你看這邊是不是有一些 這個是不是有一些 看起來很像T型的菱角 這個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圓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 這一個 是L1加L2 好這樣可以齁 所以我等一下要告訴你們 等一下我一定會用L1加L2 而且我會給他一個超參數 我們怎麼給超參數呢 其實很簡單 這是L 我現在這樣子 是L2真的的話對不對 L1真的的話怎麼寫 減掉浪檔 乘上 Sine 好那我再加上一個Alpha就好啦 0.5 0.5 然後這個0.5是 乘上 這個 然後再乘上1- 好這樣看得懂吧 我是不是多了一個超參數去決定 我要用多少L1跟多少L2 如果我讓Alpha等於1的時候 是不是百分之百用L2 在這裡 百分之百用L2 這樣可以 好 所以說 你現在已經知道 L1 L2 L1跟L2 這個就是 就是要怎麼把它合在一起了 好我來想一下 為什麼離零越遠 預測越不準 這個很容易理解吧 因為 實際上這個點就是預測最準的點 對不對 這Original Loss 你如果給他加上L1跟L2 他一定會往中間偏 他一定會往00偏 那一定會往00偏 可是 這兩個Loss 這兩個Loss 他跟Data無關喔 他不會提供你預測準確度喔 反之他其實是在降低你的預測準確度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那降低預測準確度為什麼我要用呢 好我來跟大家講 因為降低預測準確度 可以 避免 過度 擬合 什麼叫過度擬合 我來跟你們講好了 我不太記得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那麼假設沒有講過 就是我們是不是 到時候要分 training set validation set 跟test set 對吧 Original Loss 是怎麼產生的 是Training Loss 產生的 Training Data產生的對不對 你在Training Data上表現的比較好 就代表你在 Redation Data 跟 這個 跟這個 就是test data 表現比較好嗎 不一定喔 所以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Original Loss 如果說 這個 如果說加上這個L1 跟L2的Loss以後 他經常 會降低在Training Data的 Performance 但是會提升 validation跟test set的Performance 為什麼會這樣咧 我來跟你們講為什麼 還記不記得L1正則化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把 一些真的很不重要的參數 他的 他的那個 就真的很不重要的X 他的Beta 限制在 浪打跟負浪打之間 這樣可以嗎 那是不是就代表他是0 那代表他是0 就代表我可以捨去他 這個參數不重要 那參數 你把參數不重要的參數去掉 有什麼好處 我來跟大家講 所以說 我現在想要 用 一個人身上所有的特徵 去預測這個人的身高 假設我想要預測這個人的身高 那有時候你不可避免的 你就會發現 在這個Data裡面 用頭髮長度 預測身高 是會有一定的預測能力 可能預測的準確度不高 但是是有預測能力的 但這不是事實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你在ValidationData跟TestData 運用頭髮長度去預測身高 就會讓他變得不準 可是如果你因為加上L1跟L2正則化 去限制了 這個 就是限制了這個 你不能用太多的Variable 那你的準確度有時候就會提升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無論如何 你現在先不管他 你聽不聽得懂 總之就是這個數字我總可以自己調吧 對到時候我調出一組好的數字 讓我的Model Performance最高 這樣不就好了嗎 這可以吧 好 好來你現在看到了 彈性網路就是我的Loss加上了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所以就是我剛剛做的那個樣子 就是我多了一個參數Alpha可以調 好注意件事情 這裡是不是跟這裡是完全Independent 完全獨立 所以說這一套正則化技術 它可以直接應用在我們教的四個模型裡面 四個都可以用 而且是直接用 你看我只要改這裡對不對 是不是很簡單 這樣可以吧 而且我那四個方法的T2下樣法 我們都解過對不對 我們都實際操作過 所以我們都會 好我跟大家講 你可以直接用函數 好 你看到你是不是看到了熟悉的套件 GNNAT 你還記不記得在第七課的時候 第八課我們用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告訴你說 你的浪打就給我射0就對了 我們要回到第八課好了 我們回到第八課 來看一下那個時候我們怎麼講的 怎麼這麼不給面子 08 浪打等於0 我說一定要浪打等於0 不然不能重複之前的結果 對不對 你現在知道浪打是什麼了嗎 原來浪打就是這玩意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GLM NET其實是拿來做 所謂的GLM NET 其實就是彈性網路 那個 所以浪打等於0的話 它是不是就完全 這邊就完全不要 完全不要的話是不是就是 跟原本的是一模一樣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 但現在我們知道浪打是可以設置的啦 我們要設一個浪打 這樣可以吧 好還有一個阿法我需要調 阿法我不知道要多少這樣可以喔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一樣喔 我們使用 剛剛我們的 subdata的 edge跟rate 注意喔 我們剛剛 浪打設 我們剛剛 浪打設 0.5的時候 數字是這個對不對 浪打設0.5的時候 用L2正則的話 浪打設0.5的時候 數字是這個 這樣可以喔 我們現在來試著 做一下 L2正則的話 alpha等於0 但是浪打我們設0.5 我們來看看答案 數字差一倍 看一下好了 反正 你現在就是 呃這個 他實際上 實際上他這邊可能有承讓學習率啦 就是 他他在前面可能有承讓學習率 就是所以這個浪打可能要射小一點 我們來查一下他學習率多少 我來看一下 他的學習率是多少 我來看一下 他沒有承讓學習率啊 我也不知道了 沒關係 反正 大家只要知道這個數字一樣 他意義就是跟我剛剛前面解的 完全一樣 他這個函數可能 裡面怎麼運算的 就是 反正他就是多乘上個參數而已啦 我今天 數字射小一點好了 0.05我看一下 欸 好啦沒關係啦 反正他 反正大家只要知道這個數字的意義 是在做什麼 這樣就好了 然後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那你把 alpha射成1 那你就是用L1正則的話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這裡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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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lpha除以2 乘上 這個 呃 這個是 這個是 這邊是有平方的 這邊是有平方的 所以是 L2 這樣可以吧 所以alpha等於0的時候 就是百分之百L2 alpha等於1的時候 就是百分之百L1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所以現在我是不是有一個超參數可以調了 這邊有個超參數可以調嗎 我這邊可以調0.001 這邊可以調0到1之間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這邊先提供 在我去做預測以前 因為GLMNet這個函數我們以前用過 我們可以很直接的用predict這個函數 然後得到我們要有答案 對不對 好在我做預測以前 我先給大家做 放幾個範例喔 這邊是首先我假設我想要預測的是 假離子假離子是一個連續變相 對不對 我要用gender還有edge去預測假離子 我的語法是長這個樣子 反正我就是要先產生一個X matrix 跟一個Y matrix 注意在這裡我有好好的教喔 為什麼我要好好教他 因為你 期末作用這個GLMNet做 應該可以拿個85分以上 只要你會 所以這裡我會好好教喔 前面那些 不太重要的 我是不是都跳得很快對不對 因為 你用那個做你可能也只能拿到60分 也不會滿意啦好不好 這是一個很強的網路囉 這是一個很強的機器學習模型喔 雖然他是線性 但他已經很好用了 好所以我來教你們怎麼看喔 首先你們要先把 data 你們要先產生一個subdata 這個subdata裡面需要放入你們想要用的人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想要用gender你想用edge 去預測K 那這個你就必須有這個 然後啊 你必須把X matrix抓出來 X matrix必須長這個樣子 那個male跟female它要變成0跟1 對不對 然後這個edge edge就是edge 對不對 這是X matrix 那Y matrix咧 Y matrix就是你的假離子濃度 就是你的假離子濃度 然後你要把它丟進GLMNAT X的X matrix Y的Y matrix 當你要做線性回歸的時候 請你family這裡打GOTION 然後這兩個數字隨便你亂打都可以 反正你就可以預測出一個結果嘛 對不對 好這樣就做出來 好 那如果是logic regression呢 我要用gender跟edge預測LVD 前面的過程完全一樣 這裡不一樣而已 family請你改成binomial 這樣可以吧 這樣就可以得到logic regression的結果 再來如果你講說softmax regression呢 差不了多少 就是你必須把X matrix跟Y matrix把它做出來 X matrix在這裡我們都沒有動 我們現在看Y matrix長什麼樣子 Y matrix就是它的文字這樣可以吧 就是它本身 然後咧 一樣 在這裡打Martinomial這樣就解決了 你一樣你可以得到一組參數 這組是三組參數這樣可以吧 因為它是一個BETA是一個矩陣嘛 對不對 它一次等於做三個 預測值然後再做softmax 對吧 你眼神很迷茫啊 它長成這個樣子啦 有三組 這樣懂啊 所以在這裡有三組這樣可以嗎 for not ami的 for non-stame的 for stame的 有三組 Cox Proportional它的Model咧 你的Y matrix必須要有Time跟Status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你的Time to Event那兩個Variable 對不對 然後這裡直接Family寫Cox 這樣就可以做了 這樣就可以做了 啊它沒有拮据嘛 所以只有 啊點是什麼意思 點是0的意思 因為你用L1正則化 L1正則化 當它的數字介於正負浪達的時候 它就直接把它動0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所以 現在你就知道了 我們 一個GLMNet這個函數 我就可以 做四種我前面教的統計方法 而且 還附帶我可以調整 浪達跟R法 所以前面是不是全部都白學了 電頭很好 真的是白學 如果你只想用套件的話 真的前面都是白學 這裡就可以了 因為你如果 完全不想要 用正則化 你就浪達寫0就好啦 那你是不是四個方法 是不是都可以用 對吧 可以了解嗎 所以我前面教的很隨便 只有原因的 因為你在這裡你會發現 你用它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要做什麼實驗 請你比較 α等於1 α等於0 α等於0.5 的時候 也就是比較 這邊我們要寫三個 就是這邊 這邊浪達都固定為0.001 浪達固定為0.001 然後 你比較三個model 看看這三個model哪一個比較好 那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用training set 產生model 對不對 然後用validation set 決定哪一個model最好 決定0.00.5哪一個最好 那最後你再把最好那個model 用在testdata上面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應該不會太難 但是我這次不一樣的地方是 請你這樣run完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你這一次我們終於 因為在這以前 你看我們的XMatrix 有所有的variable XMatrix有所有的variable 在這一節課以前 所有的 model 我是不是都只給你們隨便挑幾個variable 都是範例 這一節課開始用的是全部 為什麼 因為現在學的model開始會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我希望你們開始熟悉這個語法 然後請你用就是按照我剛剛講的 產生三個 用彈性網路做三個model alpha.1 alpha.0 alpha.0.5 然後比較在veredict set上比較它的performance 然後最後 看看 到底要選哪一個 在test set上用 我覺得這一題你可以去抄答案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了解整個過程 好還有一點 這個我剛剛忘了講 這個 就是彈性網路真正的英文名字 不是叫GLMNet 是叫ElectricNet 這是他正式的名稱 以後 你讀paper 或者是你聽到別人講ElectricNet的時候 就是在講彈性網路 而且彈性網路是一個線性的預測模型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雖然他後面加個Net Net聽起來是網路對不對 聽起來好像很威 但是他其實是線性模型 好我把時間交給你們 好那個各位同學 如果你要做 就是這個預測 理論上應該 不會就是你應該建這個model 應該不會那麼難 因為你只要看這裡面 tax model最後這一行 你只要改這行就好 然後他本來是放X matrix 可是Y matrix 在這裡我們是 trainingX跟trainingY 對吧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產生三個model 這三個model 分別是 α0.1 α0.0 α0.5 這樣可以吧 然後浪達都是0.001 這個我們先為了方便起見 好那我們全部做完了以後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要預測 對不對 我們怎麼預測咧 來我們需要 用這個model 在predict Validation的X 對不對 我們會得到三個result 這三個result 分別是 就是 就是 那個L1正則化的 L2正則化的 跟各一半 對吧 他們數字會不太一樣 數字會不太一樣 OK 預測完了以後啊 你可以直接用 C index 就是 就是 預估存活分析的那個performance 那個玩意 C index 我沒有很認真講那個東西啊 因為 我們的期末作業是二元類的變相 所以這個 等你以後要用到的時候再來學就好了 好但是你要了解那整個邏輯 你看 我用 L1正則化的結果是 7249 L2正則化的結果是 7247 各一半的結果是 7246 所以最好的是 L1正則化對不對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最好是L1正則化喔 所以 我們現在在test data裡面 我們就只能用L1正則化的結果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預測 0.728 這就是最後我們最終結果 好當然他們差別沒有很大 因為一個參數 要改要差別要很大其實很難 因為他畢竟本質上同樣的東西嘛對不對 但是 但是是可以調整參數的喔 而且我們還沒有調浪打對不對 浪打照到底也要調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們要畫在三個時間點的存活曲線 我們可以這樣畫 Roc曲線 這個太小了 這個太小了 我們可以這樣畫 這個我跟大家講這個沒有那麼重要了 這個存活分析的這個語法 你不太需要學 反正最後我們也用不太到 好 好那我今天就是來教大家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一個新的驗證方式叫交叉驗證 Cross validation 以往我們在做model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 training data fit模型 然後在validation data裡面驗證 那Cross validation 就是希望啊 就是希望啊把這個東西 它cross的意思就是交叉嘛對不對 有 這個有時候是我training 然後 我training 然後你validation 然後有時候又是 你training我validation 它意思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當你把樣本分開以後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浪費 這些樣本好像最後就只能夠拿來 這個 最後就只能夠拿來這個就是 等於說就是 就沒有拿它來training model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怎麼解決呢 來你看一下交叉驗證的方法 認證的方法是 我可以把model先分成五份 然後我第一次的時候我用 二到五份去training 然後第一份拿來做validation 第二次把一三四五拿來training 二拿來validation 依此類推 這樣我是不是會產生五個model 那五個model最後的結果 我再平均就好啦 這五個model我要用到test data 我不知道用五個model哪一個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用不同的 來評估performance 搞不好這個區塊比較簡單 所以不是這個model比較好 是這個區塊比較簡單 所以我可以把這五個model 的performance 五個model的predict平均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K倍交叉驗證 這個K也是可以自己調的 你可以說是5倍交叉驗證 或10倍交叉驗證都可以 這個K就是你用100個樣本 你可以用前90個做訓練 另外10個做測試 然後以此類推 這樣可以齁 這個程式聽起來就很難寫對不對 來我教大家裡面 GLMNet 就是GLMNet 這個套件裡面有很方便的函數 叫 CV.GLMNet 這個CV 就是 Cross Veridation 的意思 他只在前面加CV. 就這樣而已 好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來你看 這裡 你注意看這裡 我現在浪打後面填的參數是什麼 是這一串對不對 這一串是什麼 我來給大家看 這一串是從0.006到0.3678 一堆數字 對不對 我跟大家劇透我要做什麼 我希望 CV.GLMNet這個函數 幫我在 這麼多個浪打裡面 找到一個最合適的浪打 不然我剛剛 在射Alpha的時候 我不是跟你講說 浪打 大家都先固定嗎 對不對 那我怎麼知道浪打多少 最好 那我是不是還要試試半天 試不完 所以這裡 我可以直接用 CV.GLMNet這個函數 直接幫我釋出浪打最好在哪裡 我們來運行一次 運行完了以後 你可以用plot這個函數 把這個結果plot出來 先把它清空再run一次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 預測的準確度 越下面就代表越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指標是 數字越小就代表越好 這個指標我們來看一下 它叫Partial Likelihood 這個是Cox Proportional Model 它的優化的損失函數 就是 Partial Likelihood 這個Master這樣子 好 它的數字是越小越好 因為我們在 做Loss的時候 一定是越小越好 對不對 你看他可能要加個負號 所以會 數字越小越好 這個數字最小的地方在哪裡 你會發現最小的地方啊 是在這裡 這是最小的地方 浪打 其實不見得是 越 浪打 就是 就是 不見得這個 浪打要0最好 因為浪打0 是在Training Data表現最好 對不對 在Valination Data的時候 不見得表現得比較好 可是要多大呢 大到一定程度 它就完全沒有預測能力了 所以這裡是平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 最好的Value在這裡 對不對 可是這邊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這邊為什麼還有一條線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用這個 最小浪打去做 雖然說 看起來好像它是表現最好的 可是 你並不知道 假如說 這一個點 它跟它旁邊其實只差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它想告訴你的是這個範圍都不錯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範圍都不錯 那 有一個去決定最佳參數的方法是 我以它為標準 然後去做統計檢定 就是跟這個統計檢定的結果 沒有在圖上面畫出來 就是檢定說 它跟它有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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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發現 到了這裡 這個跟它 就剛好 有 剛好再往後就有差異了 再往後跟這個就有統計差異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 這邊就有兩者 浪達等於0.015 0.015的時候會有最小的reding loss 然後 為了避免這個值太精確 你可以選擇浪達等於0.048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COEV 這個S等於 S等於浪達min就是用最小的那個 浪達等於1se就是剛剛那個 這樣可以嗎 你會發現大部分的係數都是0 代表什麼意思 我丟進model裡面大部分的變數是沒有用的 不具有預測價值 好那你要怎麼predict 你CV的predict 你要先 你要告訴它浪達等於多少 你不能直接predict 你要告訴它浪達等於多少 因為你如果 因為你現在浪達好幾個 所以這個CV.GLNAT 其實裡面有幾百個model 一百個model 這樣同我意思吧 你要用哪一個model 你要跟它講 我要用浪達最小化的那個浪達 最小化validation loss的浪達 或是我要用 不要那麼精確的浪達 我預測完了以後 注意我是在validation set上做預測喔 我是在validation set上做預測喔 我在validation set上面看準確度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使用ese的 它其實準確度 還略高一點對不對 7476 0.7476 我們再跟前面的比較一下 這裡最好的是 0.72 7249對不對 這邊是0.7476 所以相當於你直接多了 從72%變74%對不對 相當於你好好調浪達 你的期末成績又加2分 這樣懂我意思了 這樣有感受到 cv.GLNAT和GLNAT這兩個函數 本質上的差異了吧 好很有感覺喔 好很有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現在就知道浪達 我現在我已經不想要挑浪達 因為浪達沒有必要挑浪達 浪達交給cv.GLNAT去挑就好了對不對 可是 我總是還可以挑α吧 那α這次我們挑多一點好了 0 0.1 0.2到1.0 所以你要在 所有每一個浪達裡面 浪達每一個 每一個浪達100個對不對 就是 你直接用這串函數去做 給一個α 用這串函數去做 你是不是可以挑100個浪達 然後你α總共0到1 間隔0.1總共有11個 所以相當於做了1100個model對不對 請你用validation data 調這1100個model裡面最好的那個model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把它用到test data上 看performance會不會比我們剛剛 隨便做的0.72吧 才更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練習時間 那因為今天大家3點10分要下課嘛 所以我們3點5分的時候檢討 好大家來看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啦 這個程式可能真的有點難寫 不過 大家只要會抄以後就可以用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怎麼樣 來 首先你先開一個空的result 的table 好你說它的α就是從0到1嘛對不對 然後我要存下它的浪達 然後跟它的cindex 這樣我到時候才有辦法在這裡面選 對不對 好怎麼做咧 這邊有一個我沒有教到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它的浪達多少 你需要用到cv fit 裡面的 前號 然後這個浪達1se 好所以 你必須這個程式的整個語法在比較什麼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啊你要比較這個 呃我 隨便先挑一個 呃 alpha 這個alpha是我 我那個0 開始我一定要做到1嘛對不對 我做完以後啊 我先把 min的跟1se的把它predict出來 然後比較min跟1se哪一個比較準 然後如果 1se比min準 那我就把1se的這個結果填過去 然後把1se的浪達留下來 反之我就留下 那個min的浪達 這樣懂吧 好 依此類推 執行了以後 你看執行要跑很久了 因為總共1100個model 所以跑很久就正常了 這樣都會是 可是其實也沒有很久 大概就是 大概也都是30秒之內 我們看結果 你現在發現最好的結果出在哪裡 最好的結果是不是出在這裡 也就是說 alpha等於0.1 浪達等於0.113的結果 很有可能可以帶給我們最好的performance 對不對 好 你直接 把這樣的一個model 看到 best position的浪達跟best position的alpha 我們把它重新training 用GLFnet重新training一次 因為這個時候我已經有最好的浪達跟alpha 所以我就不用cv了 我可以直接用GLFnet 我得到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test data上的performance 到底有多好 0.7350 結果好像沒有非常好 結果好像沒有非常好 好像剛剛前面那個隨便試的那個 還比較好對不對 不過我跟你講 你不能用test data 你不能用test set的結果來決定 哪一個performance比較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只能夠用radation來決定 可是你應該感覺出來吧 其實 這一個 你光調參數 這個 他performance 可能會有3%左右的波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好好調一組參數 這樣你可以得到高分 這件事很重要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畫LC曲線我就不畫啦 跟前面一樣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 基本上要上課這裡 我跟大家summary一下 就是 ElexiNet 它完全是線性模型 那即使是線性模型 你都可以看到 它的準確度其實已經非常高了 如果給它適當的調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那 所以說 你是不是 一定要用非線性模型 這個不一定 主要是看你的 你想要用 X來預測Y 那個X跟Y的關聯性 是不是 非線性 如果它是非線性的 當然非線性模型 就一定比線性模型來的更好 但是經常 大部分的狀況下 其實線性的就很夠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我跟大家講 那 這個ElexiNet 它是一個 就是 基本上 你只要會用它 你在做 預測的時候 就不需要用統計方法 因為它完全涵蓋 你想要用統計方法的時候怎麼用 就浪打耳靈的時候就是統計方法 對不對 可以了解嗎 好 所以說 學它真的是很重要喔 然後 這個 那目前 這個 就是 線性的最好的模型 我已經介紹完 就是ElexiNet 那我從下節課開始會教你們一些比較強的非線性模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上一節課教的那些 它就很簡單嘛 所以我一節課可以教三個 但它就比較弱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